新一份《財政預算案》今日出路 政府這個財政年度的修訂開支預算中 首次涉及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 涉款80億元 有關款項是用來支付未來幾年 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款項 根據政府開支預算和國安法相關開支 未有偏賺為獨立開支總目 只是在財政預算案摘要中披露 今個年度開支預算達到80億元 經行政長官批准 由財政司司長撥出專門款項去支付 為未來幾年的開支 至於警務署的開支總目 就未有提到國安處及所衍生的任何開支 港區國安法由警方國安處負責執法 法例實施至近近8個月 警方一直未有披露國安處的人手編制及架構 警務署的開支摘要中 亦未有提及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費用